订阅证实 王军长 在哪 是 失去记忆 来了 来来 我跟你们说啊 李宇初啊 不愧是郑成 第一漂亮的女总裁呀 那脸蛋 那是 段 可惜了 我才没得 都怪那个废物 三番两次 怪我们的好事 他不过就是个 被包养的废物 今晚 你就让他成为 我再替他 好好玩玩 李宇初 不用了 我自己 送上门了 我来是警告你 别再找我老婆麻烦 知不知道我大哥 可是黑龙会的 大当家 整个正常 谁敢给我 大哥面子 想要英诚就美 在李宇初面前 装装面子呢 可惜啊 你抽掉错了人 我们一根手指 他都能碾死捏碎我 拿着根棍子 就以为自己 你是武林高手了 你敢动手吗 我给过你们机会了 你敢动手吗 给我上 教训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你到底是谁 你绝对不可能是废物叶神 公营五万军 神归天狱 大象 黄独何在 黄独在 即日请 封天狱 不活之本 荣誉大象 带本王归来之时 你大象 还将拓组之日 见此王爷 不见本王 各自 大象 战神 你应该庆祝 我不是三年前的我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我死的 我死的 蒋天月 你都未分妻 我不认识 这位可是大厦第一女战士 瞧瞧你这副事情小时的样子 跟孙军配不上和天月战士 我说的不对 你问你还是当时 简虹 是 飞味将军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被人指定 你怎么都不敢反抗 这是 配不上他 配不死他 叶晨 你要对我的人动手 何不可 叶晨 你要对我的人动手 何不可 那就对不住 你既已恢复了 我们的婚约作废 我已经有老婆了 就为了一个小门小顾的女人 你就要当一辈子普通人吗 当然 她虽然身份低微 却在我最低谷的时候嫁了 我自然要让她成为世上 最尊贵的女人 蒋天月战士 我们怎么办 我要宴请正常各大高手 四方式 为大家 学 教 师 呦 废用回来了 文浩然 你怎么会在我那里 来 把字签来 你有什么资格 发售我和语初的婚姻 何必呢 拆了明白装糊涂 林家是正常事家 宇宙是林家唯一的技巧人 总是你是上市公司的总裁 而你就是一个 哪里的名字 整天游手好闲 靠你不出眼的 你压根配不上 少拿你满是废料的脑子来喘测我 根本不配 这些话呀 都是语初 让我代为转告的 那就让林雨 你亲自来跟我说 叶辰 你得罪了黑龙会 惊扰了大当家的 临时不能为你原来 这份离婚协议 你还是签了吧 如果不是我 你还能完好无损地回来吗 三年的婚姻 就当是还了这次的情 我不欠你 婚姻在你眼里 只是一场交易 无论如何 临时不能处使 如果黑龙会不肯放过我的 那 我可以给你后葬 无论如何 临时不能处使 如果黑龙会不肯放过我的 那 我可以给你后葬 林总 还真是有情有义 是你自己的数量力来救我的 你就应该承担后果 在这个世界 前人远斗不过权力 我拼了命的想要冲破屏障 看我那片权力的世界 不如巅峰 这是我毕生的梦想 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拖我后腿 尤其是你 不过你放心 等我成功那天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这个签了 离开吧 所以在你眼中 权势盆地位 什么都重要 对 很重要 或许我是你实现梦想的捷径呢 这种话你说的出口 真是挺不支持 嘿 废物 我们的世界 你根本理解不了 我陈卷 是将士之门 祖上出过一个将军 只有我能帮助语初进入王宗圈子 你做吃干饭 还是干士兵 区区一个将军 和我身体并落 叶晨 怎么能敢对将军大武将 你找死啊 别说是将军了 就算是士兵也比你强千百倍 这就是你小巴结的对象 你和我离关 就是为了给他疼位置 这就是你小巴结的对象 你和我离关 就是为了给他疼位置 也可以这么理解 我明白了 这协议 请 律处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天悦战神亲临政策 今夜三点将在帝国大厦 宴请各方势力为大下选将 正好 我帮你拿到了一张邀请函 叫天悦 你这个废话还听过 天悦战神的名号 可惜了 这样的人物 你这辈子都见不到 看到了吧 这个 才是我林五初想要的 你根本给不起 我和你留关 是正确的 我劝你们啊 还是别去 这半夜三更的选哪一校 大厦 优秀士兵无数 他们都在战场厮杀 立下赫赫战功 怎么可能 和你这些要遵主用的 世家名流中选拔将军 更不可能流到你们头上 没想到 天悦战神是王族的时辰 怎么可能会有假 整个政策 只有我陈家组 都除了将军 我陈家可是有战功在身 天悦战神 一定是为我而来 而且 包括这次选拔 一定是为我 不深的 到时候 我就是大赛的将军 到时候 我就是大赛的将军 而语出 就是将军的女孩 是 恕你们好运 西元擅自前来见你 请我安君恕罪 有消息吗 是 有人发出消息 您的战王映在帝国大厦 传出消息的时日 讲庭员 去帝国大厦 是 您下令 册封您的亲子 林语初为王妃的典礼 已经安排好了 王族们都为了厚礼 想要敬献给王妃 您肯要同意吗 什么时间 通知王妃比较合适 不用了 他已经 已经和我离婚了 林语初出身卑微 您为了他能够 最稳王妃的位置 谋划了整整三年 他马上就能一步登天了 竟然会愚蠢到和您离婚 缺什么光端极 不得大 王氏不再提了 册封典礼 取消吧 是 是 语初 看到了 这个就是武安军的战王命 等我成了大厦的将军 我就把你举荐给武安军 等我成了大厦的将军 我就把你举荐给武安军 这天月战神 已经是万人之上的存在了 周身气阔 无人能别 那这武安军又是何等了 这位侍却 其实这么强 难道是皇族之人 皇族 这可是大厦 巅峰的存在 没想到老夫 活到这把年轻 还能见到这种大人物 真是死而无憾 谁让你来这儿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人敢就老不敬 王 你是离婚里傻了吧 雇了这么多演员 来晚回面子 知道这是哪儿 你真的是疯了 这也是你能装疯卖傻的地方吗 自称我女 你信不信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灭了 就跟才是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你要死 别介绍上你 你们未免太看得起自己 你装什么转 我知道你跟我离婚 你不甘心 但是 你用这种办法挽回我 你好像一个跳梁小丑 让我觉得恶恶心 这个样子 你好像一个跳梁小丑 让我觉得恶恶心 怎么回去了 这还用说 肯定是以我的名义混进来的 我警告你 死成烂打对我没用 你过来找人 林总 你跟这位认识 首先 跟各位说声抱歉 都说家丑不可外援 但是我这事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位 就是我的前天 叶辰 当初 是我遇人不输 在本里还这么说 但是今天 也希望在所的各位能够帮我做个见证 我 林语初 跟他夜城一终离婚 从今天起 再无半冰瓜 你现在离开一晚了 等会天月战神来了 就祈祷你能保存自己一个全尸吧 不着急 就让这小子留到这儿 让他临死之前呢 清清楚楚的认识着 那我们之间的察觉 这是陈家老祖留下来的战功令 由此令来加持 整个政策 谁能与我争锋 还说中陈家有位战不可可将军 凭杀一声 为陈家留下这块战功令 陈家有这位老祖 这次将军选拔 非陈家莫属 陈家有这位老祖 这次将军选拔 非陈家莫属 我早就看出来了 陈少绝非陈中之物 陈少以后还要多惦念 我们这些正成老友 多多提一切 好说 好说 你这个废物 看看 这 你要是失去的话 现在给小别过来 磕头 还要自断双腿 围绕着大厅 再爬上一圈 让我们大家乐呵了 我要是高兴了 说不定还能在天月战神面 面前 替你去就行 饶你一条狗 我劝你 还是先供好你自己 算了算了 我们别跟这种蠢褲提醒 待会他就会自施恶骨 陈少 你还是快点去燕银战根 等会天月战事就要来了 三星战功 王军 在场所有胜负战功的人 全部业敏正式 大陆才能打 蒋天月才能进 蒋天月到底在搞什么 现在知道怕了 排着队 给我磕头认罪呢 现在知道怕了 排着队 给我磕头认罪呢 你们 我可是大侠未来的将军 竟敢这么对我 不敢验证战功 真以为战功是大白菜 自不量力 他们这是在亵渎大侠战神 我们把他们抓起来 一会儿向天月战神谢罪 来会天月战神来了 他们一个别想活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四星战功 五星战功 六星战功 这 这 六星战功 叶辰 你到底是什么人 林玉初 放弃 才是你做最错的决定 出言无状 短见薄食 你们 根本无法勾两王的定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身负如此战功 战功 无法勾两 宗敬战 将军 放肆 我楚天霸不到 你们胆敢开启 验身台 见过楚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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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正成 可谓是名流汇聚 关盖云集啊 老夫我多年 没有见过如此光景了 您受天月战神之命 镇守正常 见多识广 可否认识他 我们大厦 是否有这样的战 废物 正成 怎么除了你们这些蠢货 一点小把戏 就把你们给唬住了 眼神台经年不用出点小故障 实属正常 普天之下担得起战王之名者 只有一人 而此时 那位高人远在天宇 怎么可能出现在正常 小子 亵渎战王的名声 可是 株连九族的死罪 你 自财吧 有楚将军在此 看才怎么重生弄鬼 这卑物就是卑物 还是楚将军看得明白 能被楚将军赐死 也算你本光有福气 叶臣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你现在给楚将军跪地求饶 说不定楚将军还会饶你一命 叶臣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你现在给楚将军跪地求饶 说不定楚将军还会饶你一命 这个机会 还是留给他吧 老夫 多年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有骨气的年轻人 来人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我都要看看 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叶臣 你真的是 不要可救了 他毕竟是井底职王阿芒 楚将军 是天月战神坐下的大将 他一句话就会封杀整个政城 这个蠢火一干 出言不逊 就算是他 天月亲自了 又如何 何况是 是个老皮肤 好好好 方言 整个大厦 你是唯一一个 胆敢挑衅王族使者 天月战神的人 你这份胆量 老夫平生所见 希望你的骨头跟嘴一样又 唱 我善哉善哉 找死之人 非老夫所谷 希望你的骨头跟嘴一样又 我修身养净很久 你们倒是有些本事能逼得我 新生杀念 在给你几十年 等到你成长壮大了之后 老夫可能心生畏惧 但此时 咬折在老夫手中的天才 多了去了 熬了一辈子 才区区一个三星将 坚实浅薄 死不怪 混账 闯磨的小子 老夫当年 征战沙场的时候 你他妈还穿着开档裤呢 今天 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什么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将是何在 把他给我拿下 战王印在此 谁敢动手 一群废物 他哪有什么 战王印 如此心智不坚 今晚过后 都给我回去认罚 还都呆着干嘛 给我动手 还都呆着干嘛 给我动手 这个小子 莫非是想去拿战王印 除了那位大人 战王印 谁被谁死 他可能 是想换个比较体面的死吧 混账 可是天月战神的王座 哪能辱得你来玷污 你赶快给我滚下来 天神一怒 血流成河 整个正成 这全部完蛋了 天成 你快点滚下来 自己想死 别连累我们 各位 这家伙是天的 现在要拉我们一起死 大家一块上 把他拿上来 把他交给天月战神 走 站住 天月战神的天体 你也敢当 不想活 你小子给我滚下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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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给我滚下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叶臣 你想要害死我吗 现在事态 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现在得要闹到 这么无可挽回的地步吗 你指的无可挽回是什么 将军夫人的梦吗 我知道你是在报复 但是你不该用这种方式 你下来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好 商量 你把我一切都毁了 你就是个造把星 扮不上墙的烂泥 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机会 对我对临时来说有多重要 很重要 重要到你连三年的感情 可以视入无误 凌语初 根本不知道你舍弃的 是什么样的存在 至于我的命 今夜 坐在这里 在场 诸位若有谁想取我的命 那就财吧 今夜 你坐在这里 在场 诸位若有谁想取我的命 来吧 好大的口气啊 你今天坐是大夏王族御用的宝座 非天月战神的 非万人之上的王者 不可坐 不过你今天 从坐上那一刻 就已经成为一缕 王魂了 我要看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 我怎么就不能凌驻若 我怎么就不能凌驾于蒋天月 凌驾于千万人 凌驾于王族之上 不得的美女 偏偏要跟着他 五块寻死 不知死国的事 这世上 还无人能理他 你也真是被他骗得不浅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被林家 批出去的活能费 身份 财富 地位 能力 甚至尊严 都一无所有 说他是一条狗 都是在抬举他 说他是一条狗 都是在抬举他 就是因为他一无所有 一无是处 所以 他离开了一处 就难得有如生之处 所以今天 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装疯卖傻 在晚宴上 大放厥词 肆意妄为 想要彻底毁了我 这次机会 趁机 挽回宇初的心 可惜了 宇初早就看出了 你是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敌 半点机会都没有给你 他求而不得 怀恨在心 妄图 还激怒天远战神 拉着我们大家 一块陪着送死 你自以为是的能耐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别装了 这出戏啊 演的是不错 但是 你千算万算 还是少算了一块 那就是 闯将军也在现场 不错 我们这么多人正在 只要 用这小子的命 向天悦战神请罪 相信 天悦战神 不会滥杀无辜的 他不会 不会 相信 天悦战神 不会滥杀无辜的 他不会 喂 你算什么东西 等天悦战神来了 我拨了你 不够贴罪 就算讲天悦了 也得称我为 安 亲 就你 你敢冒充 安君 真的是 不知死我的东西 不过 你小子也真是一个蠢 一点接降法 就让你 口服责言 冒犯了天悦战神 是死罪 我们诸位 都会受到牵连 不过 冒犯了王族 我们把你杀了 就是维护 王族生育的英雄 说不定 天悦战神 还会因此 嘉奖我们 你他妈敢打我 对安君出言不逊 求俗当主 疯了 简直疯了 你们这帮疯子 入戏太险团军 是大下王族之手 执掌天悦 万人之上 怎么会是这个蠢货 约战神来了 你们都活不了 西元 接下费场所有的 及其背后家徒 锦束灭之 是 够了 叶辰 你还没有闹够吗 是我知道 离婚这件事情 对你打击很大 你要什么 我可以补偿给你 可你呢 居然想拉住 我们所有人 陪你一起死 闭上的罪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斥责无安军 你这一辈子 就只会躲在 女人后面是吗 算了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只要你肯自裁 我争取为你求得 一句犬诗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为我 你在意的不过是 陈浩然能不能当上将军 能当上将军夫人 何必这么冠冕堂皇 装了这么紧 累吗 你 宇初 别着急 战神大人来了 这个人 必定活了 叶辰 你好自为之吧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管你 以今夜的所作所为 跟我们林家 毫无瓜葛 这样最好 言不下去了吧 你我身份 本是云泥之辩 我本不想自讲身份 与你资诸必较 但是 今夜你先是尊备不分 惹怒了楚将军 更是心思歹毒 引火全场 正成 容不下你这个败类 正成 容不下你这个败类 是吗 西元 在 那就先把人家开始吧 武安君有令 陈家 你 你现在只剩下 顾弄学区了吗 今夜 我将以陈家老祖之名 三星阵弓为仇 来惩治 你的狂妄 被以平息战神之怒 诸位 谁愿追随 朱家追随 那我就成全你这最有心 曹家 跟随 赵家 孙家 李家 延家 周家 跟随 语初 你还在想什么呢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叶辰 林家 跟随 林家 灭 武安君有令 林家 灭 正成十一士族 全国共计 三千六百四十二加分 三分钟内 破采七算 厉害厉害厉害 且不提我陈浩然今夜 将受到天月战神 亲自册封 成为大夏将军 一步登天 单说我陈家今夜 都在正成 兴盛百年不曾倒下 再上入围 哪个不是横落 正成的存在 除非他有什么 横压一世的天大身份 否则 他凭什么 灭我陈家 凭什么口出空言 灭正成 三千分布 叶辰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今天这个宴会厅 每一个人 都是你这一辈子触及不到的高度 你从生来就注定只能追随他们的背影 你为什么就不肯低头呢 林语初 从前我为了讨你欢心 陪你看了无数场戏 今天我就陪你看最后一场 你还在胡说些什么 杨天悦 戏看够了 还不现身 恭迎天悦战神驾临 天悦战神 心可来了 你是在责怪我来晚吗 不 老臣不敢 老臣不敢 都是因为宴会上 有人玷污了您的名声 染指了您的王座 老臣 实在是替您生气一样 是谁这么大胆 你还不打算下来吗 就非要一意故行 为什么我要起来 你 天悦战神已经来了 如果你现在能够主持 或许还能死得不那么痛苦 但如果你继续坐在你 只会触犯了天悦战神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军中手段可不是你能想象的 你还是看不清 今夜应该是他们求我 怎么还做着这个不切实际的梦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认清你自己啊 整整三年 你不思进去 后吃懒做 如果不是连家养着你 恐怕现在连维持温饱都很难 如果你还是继续执迷无误 那我倒要看看 把我怎样 天悦战神 是他 祖是他 坐在了您的王座上 大方绝死 不怕您 不怕王族放在眼中 这等王王无知之徒 无论您的眼睛 只要您一声令下 老臣立马斩心马下 为王族 立威啊 他就是应该被林家赶出去的废物 心怀歹念 为非作歹 今夜更是一卑贱之神 大闹您的选将仪式 林家 林初 他说的可对 语初 语初 陈胜 他说的对 月辰 还一度不把今天诸位 放在眼中 是正成权贵于无误 当起 他还突言不训 大放厥词 触犯捐唱 更甚者 他再三言语 侮辱您的名方 我等好心劝谨 他就执迷不误 直接落座于您的王座 还自称 是武安君 大放厥词 提罪当初 对 他 罪不容赦 这个明顽不灵的玩意儿 就应该这样生事 但是天月战神不济 就够他死一万次 被天月战神赐死了 是他的允性 不知死活 我本想让你慢慢体会绝望 但是 天月战神来了 你的下场 只能更加击散 叶臣 你死去一地 用你的命换去天月战神 对林家的好感 您也算死得其所 天月战神 我林家 愿为您拿下个贼子 对 陪我们成家 我保护家 还有我们柔家 都闭嘴 天月 你好大的胆子 谁允许你 直呼天月战神的名讳 难道你是善 轮得到你多眼 天月战神 楚将军可是一心为您 这有你说话的分 这有你说话的分 叶臣 天月战神动怒 谁也救不了你了 今晚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怪不得庞然 各大世家何在 跪下 叶臣 听见了没 赶快跪下认死 我说的是你们 跪下 天月战神 您这是 天月见过武安君 武安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月此次前来正常 是为迎接武安君回归天狱 没想到一个小小正常 竟然会有人对您不敬 今夜冒犯武安君者 我会带您一一清算 今夜冒犯武安君者 我会带您一一清算 天月战神 您初次驾临正成 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给骗了呀 他不过是林家的坠婿 他哪能像武安君般的存在呀 没错 天月战神 我这位前妇的德性 我最值了解 他好吃懒做 一事无成 烂泥扶不上墙 他怎么可能会是武安君呢 没错 他刚刚还要扬言 又在三分钟之内封杀我们全族 现在三分钟时间已到 我们却什么事都没有 说明 他根本就是一个固能玄虚之辈 时间到了 喂 爸 什么事儿 王瓜钩子 你他妈在外面给老子闯了什么祸 一位神秘人 不惜一切代价逢杀我们真假 此人手段付天 打得我们毫无招架之力 你到底在外面得罪谁了 是你 是你 王哥 咱们工厂破产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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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 烦了 我已辈子的情绪 喂 妈 女儿啊 一大堆人闯到我们家 崩杀了我们的别墅 我和你弟弟已经被斩出来了 今晚就要流落街头了 怎么会 喂 妈 妈 楚将军 我们可是按照你的旨意办事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 天月真人 老臣不知武安军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并且还容许了这帮杂碎 对大人出言不逊 是我难辞其咎 望您责罚呀 楚将军 这明明都是你 你奋物我的 您怎么能 欺望于不顾呢 你他娘呀 与我何干哪 天月真神 我们不知者无罪啊 武安军 武安军 求您给王家一朝活路吧 蒋天月 你坐下大将 倒是比我这个武安军 还要威风 天月明白 赐死 是 天之陈 我去饶命啊 饶命啊 这些人 您要如何处置 浩然 你说我一无是处 狂妄自大 不知 我现在还想要我的命吗 今夜过后 正常 外乎你们存活之地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为什么不能 如果我不是武安军 诗文在座的侧位 我问你 你应该放过我吗 是你骗我在先的 我念你残身 如果我早知道 如果我早知道 林语珠 我说过 我会是你 时间梦想的捷径 可你压根就不相信我 正因为你身份卑微 尚不得台面 武安军为了给你名分 不惜耗费三年时间筹谋 为你排除义气 剃除隐患 更新诈告王子 三日后 举大厦之力 为你加冕王妃之位 王妃之位 王妃之位 可惜啊 你已经和武安军离婚了 策封大体 许箱 对此判决 尔等可服 承加甘愿受罚 只求武安军 给承加留一些生机 甘愿受罚 留加甘愿受罚 我等甘愿受罚 听一下 您此次为大厦选将 不是为我陈家而来吗 我可是有占令的 我陈家可是有占功在身的呀 不好意思 逗你玩的 我大厦优秀士兵无数 他们拼杀战场 立下赫赫战功 怎么可能从你们这些 养尊处优的 世家名流中选拔将军 更不可能落在你们头上 我劝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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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别去了 是半夜三更的 选哪个自将 大厦优秀士兵无数 他们都在战场厮杀 立下赫赫战功 怎么可能 选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 世家名流中选拔将军 更不可能轮到你们头上 我会的 我会的 等等 如果我后悔了 你可以跟我复婚吗 不能 为什么 我都已经知道错了 你为什么不肯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要早一点告诉我 你是武安君 我就不会跟你离婚了 所以是我错了 林小姐 我才是武安君 林正言顺的未婚妻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的愚蠢 要不然 这么 我可就得不到 叶辰 你不肯跟我复婚 就是因为他们 我们才刚离婚 你就有了未婚妻 你对得及我吗 是 离婚的事情 我有错 是不假 但是你对我就没有半点的愧疚吗 愧疚 我为什么要愧疚 你身居高位是不假 但是我觉得在爱情里 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林语初 没有比别人低一等 林小姐还真是 傻得可爱 你什么意思 自恋意思 你不过是小小郑城 一家破公司的小小总裁 而叶辰 是大夏王族之首 你跟他相比 坦白说 连垃圾都送上 你突然知道自己错失了王妃之位 会当初 妄图掩盖你建议思迁 贪慕虚荣的事情 哄骗无安君与你不婚 哄骗不成 就恼羞成怒 对无安君妄加指 这么卑劣的心思 你真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 你胡说 哄 林小姐刚刚说 你的爱情是平等的 真的平等吗 当叶辰是叶辰时 你要离婚 当叶辰是无安君后 你要复婚 这 就是你作为的平等 就算你是战神 也不能这么侮辱我的人家 我要和叶辰单独聊 林小姐刚说了 死缠烂打 这会令人更加恶心 这句话 我奉管给你 叶辰马上就要和我回归天域 那是你一辈子 都触碰不到的 当无安君站在大厦 直颠指点江山的时候 一言 可兴国运 一言 可凭四方 而你 只能归缩在一个小角落里 无人问津 你们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 这是我们的事情 跟你无关 就算你是天跃战神 你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都说夏虫不可理命 泥池里的蚯蚓 再怎么争强都化不了 你听什么认为 你争得过 天陷之上的独木 被你亲手做 再怎么后悔 也是无用 只能自食苦苦 这应该 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 没想到天跃战神 挺有这么伶压历史的 让您见像了 对了 我听说 您的本家是南省叶家 叶家两日之后召开会议 并召集了南省三大师里作为见证 正式将您出名 同时 把您的路面许贝贝贝中间尔 做个中心 好 好了 叶家 这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我离家十年 你该回去看看了 夕元 北极 是 叶辰 要你愿意替你弟弟顶罪坐牢 我就留下这个陪前呼 叶辰啊 你母亲死做 我就一直把你当亲生孩子对待 你也别怪妈训恨 陪难他还小 我怎么忍心 让他去坐牢 叶辰啊 只要你大意替你弟弟顶罪 我一定好好照顾情况 叶辰上位的贱人 叶辈和我妈们提并论 叶辈南只比我哥哥小姨 所以我不要哥哥坐牢 真麻烦 不就是杀了个人吗 要不是那个尖丫头不废了 我怎么可能会失手杀了他 叶辰 你最好乖乖地替本少爷去坐牢 要不然 我就让这个小丫头去 好 我可以进去坐牢 但是叶达成 记住你刚说的话 你又正好我妹妹 否则 就算死 也不拉着你胚脏 看来 叶达的好日子要到 为了一个玩意 扯起玩军之后 叶辰家 就怕后半女子 都要正在背货之阵 今天南省商会 在凤凰大厦 举办南省总会 您外公也在 去凤凰大厦 是 南省年会的钱 都南海商会出 爷爷 你别冲动啊 我们连藏租都交不起了 是 连康区 张初你非要帮你那个 强奸犯孙子的忙 今天 落到这个地步 那是报应 爷爷 他不是强奸犯 人都进去十年了 他不是也是 别伤害话题啊 雷老爷子 既然 要承担年度会议的费用 那 就请借付钱吧 整场会议 费用一共的三十五万 爷爷 我们一千块钱都没有 这么多 哪付得及啊 老爷子 拿钱吧 把钱拿钱 拿钱拿钱 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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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 我替南海商会付 这钱 我替南海商会付 你 你是叶晨 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 回来就好 要不然我死了 没法给你妈交代啊 我当谁在这说大话 原来 是你这个强奸犯 怎么 刚从牢里出来 该撒骗了 说好 你一个老改善 要真能拿出这一百万 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 上 来坐 叶晨 你不会真以为 水上中国男手云流 会将给你那个 不变得清楚吗 真的假的 刷刷考 我知道了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就试试好了 但是 我们也不会陪你白玩的 如果这个卡里没有钱 南海商会 自动退出 男生四大家 叶晨 你不要冲动 这南海商会 是你妈留给你的 这可是你最后的保障啊 外公 你放心 既然是赌约 那就不能只有输的 如果这张卡 你们有钱怎么办 如果有呢 让你退出南海商四大家 那你吃不上 你也脱什么 让我们三家 退出四大家 真是无知无畏啊 两老爷子 这种难尼 扶不上墙的子孙 你们连强追得为货 看来 天枪灭亡 是最劲的 叶晨 你做啊做了十年 你不会还以为 南海商会 还是以前掌控 南省的南海商会吧 现在的南省 早就变了天了 整个地盘 都属于我们三家 你们南海商会 那就算杂碎 你能有什么 给我来 对一个孩子为难什么 好啊 那就让南海商会 推出四大家吧 梁老师 你应该明白 这是一城定局 你南海商会 注定会推出 南省的合金圈 今天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叶晨 你够了 你在这里 还见不够丢人吗 你在这里 用什么身份 大方厥子 你这么肆意妄为 到最后不还是爷爷 替你买单吗 南海商会 沦落到如此境地 你还想怎么样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要让爷爷 替你擦屁股 擦到什么时候 生妹 他是你哥哥 我没有这样的哥哥 爷爷 我知道 你想替夜晨讨回公道 你清尽了所有 可是夜晨 他就是个白眼狼 真会惹事生非 可是夜晨 他就是个白眼狼 只会惹事生非 夜晨 你知不知道 就为了给你留条后路 我和爷爷苦苦支撑 我们用尽全力 勉强保住 南海商会四大家的生活 我和爷爷 已经无家可归了 身上连一千块钱都没有 你却在这里夸下海口 双付着一百万 整整一百万 我没有拿什么 给你添这么大的窟窿 我夜晨 在此地市 往年价 百年昌盛 周圣美 一世周全 这赌约 敢赌吗 封家赌了 地豪集团赌了 有毒种方赌了 好 好 好 预扯的想象 我们还要感谢你 给了我们一周 南海商会的机会 南海商会 没了这次保 只会落在一个 土崩瓦解的下场 双卡成功 不可能 他不是四大家主着吗 现在 龙鼠 到了 你是天高地厚的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既然刚刚是我平了 这南海四大家的位置 自然是去南海商会 怎么 你们要做 方而不成 当我这么说来 你们南海商会 是要准备 抄罢投资 不就有何不可 笑话 南省一直都以实力为尊 扬扬着满桌子的项目文件 这都是我们三家 为南省做出的构建 仅我一家而言 就为南省创造了 三百亿的份额 仅我一家而言 就为南省创造了三七亿的份额 我最后决团四个 我奉家两个亿 但是 我们拿下了和王族的合作 虽然项目只有一千万 但是 那可是大厦的王族 对南省来说 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是向上进步的阶梯 你们南海商会 又做了些什么呢 看看你们这个空空如也的桌子 连参加年会的资格都没有 更不配坐在这里 这破浪玩意儿 也值得你们却要 你真是大人不惭的 你能拿出什么宝贝 让我们眨眨眼 你是真是 还是假的 一球二百 连个摆了合同都拿不出来的小作法 别敢挑衅 我们真是假的 拔嘴没有用 把合同拿出来 这才是真本事 爷爷 叶辰到底在发什么疯了 你就这么纵容他 让他毁掉南海商会吗 南海商会 本来就是叶辰的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想不下去了吧 年轻人 话说的多了 自己都感觉是个人物了 尼秋始终是尼秋 就是穿上金衣 也变不成真龙啊 吸人 叶先生 合同都已经顺序完成 请您够议 这种事 还是外公比较在 天都玉皇全球联宋酒店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 赠了五名 天都玉皇全球联宋酒店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 赠了五名 京城帝王酒品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 赠了一个也 江城绿文集团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 赠了一个也 海南团中生态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 赠了一个也 天都玉皇全球联宋酒店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 赠了一个也 天都玉皇全球联宋酒店 请求与南海商会合作 赠了一个也 天都玉皇全球联宋酒店 我不是在做梦吗 这可是人都24个亿啊 天啊 我们是在做梦吗 这可是人都24个亿啊 哈哈哈哈 那是你们自己找死 竟然冒充皇族 那可是灭九族之罪 等午夜来了 就会致你们一个大不尽之罪 刚才你差一点把我给唬住了 但是你偏偏自己作死 竟然搬出了王族 王族是什么身份 那些大厦的神 你们连接触王族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可能会有人送来这份合同 没错 捏造其他集团的合同 被揭穿后也只不过就是丢人吧 可是你就敢冒充王族 你们死定 你要干嘛 你要拉着我们一起去死吗 放心 有我在 他们杀不了你 你自己找死 别拉着我们一起 你自己找死 别拉着我们 爷爷 我们连接彻底完了 叶晨 你好糊涂啊 不可不计 不可谢 外公 待会你就不办了 叶晨 你赶快带着圣妹 离开这 我老头子 你塞着顶着 我无神也没想死 等你五月到 那就死定了 那我倒是要看了 谁先死 真是不信官子不落位 没关系 等五月到了 就能让你见识到 什么叫 绝望 天月真神 听说那位大人 最难杀 你会有见到他的机会 小的机会终于来了 东方国为难杀 清净半生 重新经营 我说抓住机会 哪怕得到那位大人一丝的主意 我也能一步登天 我说抓住机会 哪怕得到那位大人一丝的主意 我也能一步登天 天月在此 还要看你 刚才情难自禁 让天月真神见笑了 那可是房租啊 就算是远远的看上眼 我也死而无憾 何况那位大人 起立我这小地方 您这是 你养的好手下 天主无法无天 你那位大人都敢不做 那位大人在 我们一定要看好 南海商会的人 让午夜一到 全部交给他老人家处理 叶臣 快站好 待会儿 也许 我也能防护我们 待会儿啊 还是他们 算我们这 叶臣 我警告你 不要再说大话 能杀午夜惹闹 我们真的就死定了 公平午夜嫁鸣 小子 午夜来了 你死定了 我拭目以干 不知死活 午夜 这一小子就是叶家 十年前坐牢的儿子 刚从头里出了 就感觉着大梦决死 不过咱这一切 老妹 您不须担心 我们自会替您轻开 不过 他身后的南海商会 还需要您的手 可 才能动手 他就是冒充 王族的这个小子 还信实淡淡地说 让王族 给南海商会 十个亿的合同 冒犯王族 那可是死罪啊 弄不好 还会影响到 咱们南省啊 你说这可说实 真是王族合同 你说这可说实 真是王族合同 千真万确 来场的所有的人 都可以作证 希望 就连林康石手里的 那个红印 也是证据 你 只要你一声令下 立马把这个小子给拿下 来人 把这个所有人 踏入大牢 听口大事发落 我们可是对你忠心耿耿啊 你可不能这么对付我们的 你做错什么 冒犯王族的是那小子 应该当他才是 不是 约准 那被打人 其实你们能碰盘的 我怎么养了你们这帮 熟无存光的东西 干物了他人的钥匙 你们死一百次都不足惜 当我大人的钥匙 你们死一百次都不足惜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叶大人 是小人管教不力 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胡孝 我问你 南海商会在南省 是什么地位 南海商会 长官南省商界 地位仅最弱 不不不 南省无人能无与之逼逆 好 我在位 我要将凤子 地毫集团 还有九都总方 在南省四大家除名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阿姆三家 从此诸子南省 南省上下 一百三上二行 皆不可摘下 南省再无他们 半点入身之定 看来这比局 终究还是我赢了 看来这赌局 终究还是我赢了 你到底是谁 我的身份 你们无法估计 这位大人 竟然是十年前 叶家做熬的废物儿子 怪不得大人 会亲临小小南省 南省要变天了 什么 我别沉弄 整个商业协会的人 都没有人 什么原因查到了吗 老公 怎么了 传闻 要为大人 来到南省 今天商业会议的时候 这些人得罪了 物业震怒 把这些人 全部关进大楼了 幸好 因为储备进行大楼 没去参加 不然就遭殃了 紧急啊 你们少出门 少惹事 千万不要 得罪这位大人 这些人得罪了他 物业震怒 把这些人 全部关进大楼了 幸好 因为储备家族大会 没去参见 不然就遭殃了 紧急啊 你们少出门 少惹事 千万不要 得罪这位大人 哎呀 那估计就是个假消息 您想想 能轻易灭掉 整个南省商业的大楼 还能让五爷听命的 那个大人物 那得多大呀 反正 我是不相信 有这样的人 总之啊 还是小心为妙 哦 对了 明天咱们家族大会的事 准备怎么样了 放心吧 直到明天 去把夜城那个废物 进去家伙 哎 那个家伙 也该出狱了吧 嘿嘿嘿 一个坐过牢的垃圾 和我们根本就不是 一个层次的人 他这辈子 注定躲在暗处 眼巴巴的羡慕我们呢 嘿嘿嘿 那是 我儿子 可是成了五爷的手下呢 哎呀 哎呀 哎 到时候 我全给你包园了 哎 这人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夜城 嘿 夜城 还真是你啊 这是 坐牢出来了 我 我今天不想杀你 嘿嘿嘿 别了 你还不想杀我 哎呦 你这脑子 是坐牢坐傻了吧 嘿嘿嘿 这就是你那个 坐牢的哥哥呀 这可是高端场所 他有钱嘛 才来这儿交付 哦 夜城 你一定是听说 这家里 要把你出名 所以 才来这儿赌我的吧 这样 来 你现在 从我的胯下 端过去 然后再学 三生狗像 我就可以像爸妈 求就行 怎么样 嘿嘿嘿 你现在 从我的胯下 钻过去 然后再学 三生狗像 我就可以像爸妈 求就行 怎么样 嘿嘿 这凤凰酒楼 可是最顶级的 高端场所 这退低消费 也得值几万 是你一个吃牢饭的人 能进来的地方吗 你不会是 咱锅卖铁 爱身卖血 才混进来的吧 你进来 就是为了当狗啊 真是情人见面 晦气 你敢骂我 我可是齐倩的大小姐 我今天非得给你点教训 不行 小小 小小 你怎么样 你就看着我被人欺负啊 你要是不想当我们齐倩的女婿 有的是人想当 叶晨 我知道 你就是嫉妒我 不过 你还是算漏了一点 叶晨 我知道 你就是嫉妒我 不过 你还是算漏了一点 我现在的身份 可不是你能想象的 想动手脚 那更是不可能 什么身份 看到了 我现在可是五爷的手下 你就算再怎么废物 也一定听说过 南省五爷的名号吧 这五爷的手下 那可是万里标一 沉中龙凤 当年老爸选择我抛弃 是最正确的选择 而他 也恰恰证明了这件事情 我就很疑惑 你说说我怎么就这么优秀呢 工作这么好就算了 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未婚妻 对了 忘给你介绍了 这位 可是齐家的大小姐 齐家 在京城那可是 名门望族 你这种阶层 怕是一辈子都触碰不到 行 吃蛙呀 吃牢饭的 你还是第一个敢用这种口气 跟我说话的 可弄了本小姐 我让你在难手混不下去 吃牢饭的 你还是第一个敢用这种口气 跟我说话的 惹怒了本小姐 我让你在难手混不下去 不过 你要是能让我们开心一下 我倒是可以给你口饭吃 就给你安排个 我们齐家扫厕所的工作 还不至于饿死 看看就看看 我们娇娇啊 就是新线 叶晨 你还不快点给齐小姐跪下 磕头谢恩 磕头谢恩 叶培南 我本想让你活到明天 现在看来 你这个必要了吧 我现在要是也有事 要女人有女人 你呢 怕是这辈子 连一个女朋友都没谈过吧 你不会是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吧 这样 你要是能挥一下磕个头 我倒是可以 把我家的蛊猪配给你 上我磕头 你的命 受得起吗 受得起吗 你一条贱命 还真拿自己当人物了是吧 坐在这高档餐厅 就以为和我们是同一类人了 哎 叶晨 十年了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的蠢 十年了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的蠢 赶紧放开我 你敢对我动手 我让你今天出不了这个门 叶培南 十年前我羽翼未封 被你们叶子连食中进大佬 十年过去了 你以为我还是当初的我吗 叶晨 告诉爸妈 你完了 你完了 好啊 我等着 吃狼饭的 你赶紧给佩南磕头道歉 他也是你能碰的吗 你又算什么东西 好啊你 我看你还是没搞清楚状态 我可是京城齐家的大小姐 这凤凰酒楼是我齐家的产品 我已经叫人了 一会儿 你就等着被打断双腿扔出去吧 哼 有我未婚妻子 我在南省 好不得走 你无所欧能费 十年又怎么样 就算再给你三十年 五十年 你也照样是个窝囊费 谁说叶晨一无所有 谁说叶晨一无所有 是谁 叶晨的未婚妻 这家伙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漂亮的未婚妻 是我选的地方不好 这号称最顶级的四人会所凤凰酒楼 环境居然这么差 这两只苍蝇倒出来 你当他骂谁是苍蝇呢 你 找打 看来不给你点教训 是不行了 鸡翅不骗打的枪 大小姐 您找我有事 你眼睛瞎了吧 没看见我未婚妇受伤啊 赶紧派人坐在区医院 你们两个立刻送叶少爷去医院 我在京城还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你们两个小杂碎竟然敢伤我未婚夫 林经理 把他们两个打一顿 断了双腿扔出去 从此不准再踏入凤凰酒楼一步 京城 齐家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刚刚我要的是你们跪地求饶 现在 我要的是你们的双腿 一个被逐出家门的废物 根本就不配活着 一个愿意跟着废物的女人 死了也是不敢 我听说过 你马上就要拜简童为师了 对吗 简童大人的名号也是你能指护的 不过你能认识我 也算你有点见识 一个区区三流世将你 也敢如此相差 也就你一个 林经理 还愣着干什么 动手啊 林经理 还愣着干什么 动手啊 齐小教已经被逐出齐家了 如何成为全凭天月战神做主 齐家居无意见 齐小教 被逐出家族之人 还配活着吗 不可能 你一个小地方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有我爸的联系方式 你是知道 我是简童大人的徒弟 所以就冒充天月战神 等我见到了简童大人 我让他治你大不敬之罪 你就是信了这个女人的鬼话 所以才敢违考我的命令 连想不想干了 齐家居的命令 您已经不是齐家大小姐 现在 请您立刻离开凤凰九龙 以后齐家的产业 都不允许您的去 这个女人是个骗子 她说她是天月战神 你就信啊 真是个蠢物 怎么 装不下去了吧 你要真是天月战神 你就拿出证据来 你要什么证据 简童大人 天月战神 简童啊 你这看人的眼光 可不怎么样 拜师之事取消 简童大人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简童大人 简童大人 今日之事 您可还满意 今日 叶培南被我打伤 他肯定会回家 向叶道成告状 如此一来 他们便知道我回来了 去去一个小小的叶家 哪知道 吴安君如此费心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给我妹 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所以 暂时还不要向别人 透露我的这 你倒是个好哥哥 吴安君 叶家明天中午召开 家族大会 公开将你住 您的妹妹 也会在晚上 被送往中家冲洗 中家承诺给叶家 一千万的片 一千万 明码标价的 我看叶道成 为了钱 连脸都不要了 混账 你竟然把你弟弟的手 给打断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棒 还有没有这个家 明天中午给我滚回来 扔着你弟弟面 给他赔礼道歉 否则的话 你就这死在外面 没人管你 你是谁 老子是谁 混账 老子是你老子 你这个逆子 当你回来 看我 逆子逆子逆子 阿甘挂我电话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偷诚 这孩子出狱 就把裴能打了 还把你气成这样 他呀 就是来课我们家的 他是不知道 没有家族的庇护 多么的坚异 等明天呢 我把他正式出名 就照告天下 他休想 在叶家大少的身份 得到任何好处 没错 就是该让他治点苦头 我们从小就是太蠢了 和兴华那个臭鸭头 他们两个太没教养了 不像裴南 那么听话懂事 还成了五爷的手下 这以后呀 要得到了五爷的重用 那你的后半辈子 可就指望裴南了 哎呀你别说呀 裴南真是我的好儿子呀 真有出息 当初让叶辰那个不孝子 代替裴南做楼 是个正确的选择 裴南身上可不能有半点污点呢 明天啊 正好警告一下叶辰 让他把嘴给我闭上 那叶辰 他要是不听话呢 嗯 他不敢 整个南省呀 能够帮他的 只有那个苟延残喘的 南海商会 明天啊 我特意邀请了三大家族 为我们坐镇 还让裴南呢 去试着请了五爷 那个逆子 要敢当着南省名颅的面 闹事 一定会有人出来治他 我师父 让他在南省 待不下去 出去了叶辰 台南就是叶家 我一个继承人了 文安君 今晚需要行动吗 不必了 明天 我会让他们死个明白 是 你现在要回去休息吗 马上就要见到 新花之丫头了 带我去南省 最大的珠宝店 我要给他 亲自套件礼物 是 你好 麻烦把这条项链 拿出来我看一下 我没有钥匙 钥匙在我们经理那里 王经理 有人要看我们的 针点之宝 哪位贵客要看 针点之宝 王经理 是这位先生 这人我不认识 一定不是南省 市家的公司客 小刘 你在逗我吗 不是啊 经理 这位先生 真的要看 针点之宝 像他这种人 能买得起 针点之宝 你眼瞎吗 眼瞎就说话 赶紧滚出去 别惹我生气 别说是一千三百万的 针点之宝 就算是一千三百块的 普通项链 他也肯定买不起 我说你们开店做生意 我要看这条项链 有什么问题吗 哼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 但不做智障的事 你买不起 就不要瞎凑论 你 其实 你哪只眼睛 看出我买不起 这条翡翠下值一千三百万 你拿什么买 我知道 你不就是想让我 拿出来开开张 发入朋友圈 装装样子吗 那个小链 竟然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这男的 真不要脸 买不起还非要看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就那种打扮 哪配得上这样的翡翠 我跟你说 现在这种事特别多 不足为怪 既然 三分钟之内 让五孝带着一千万 不出来 这 言习还眼上瘾了 五孝 你说的不会是五爷吧 他会搭领你这种人 一千三百万的现金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倒希望你能让我开开眼 不过你还不知道吧 超过百万的现金 都是要向银行提前预约的 你可真逗 只怕你这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穷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别打众脸 充胖子呀 这一看就不像是有钱人 他一千三百万 他能拿出三十万 我能叫他爹 我就想看看 这一千三百万现金 涨啥样 等我看不到现金 看了穷的眼神 这是哪里来的大人物 竟然有如此排场 这不会真是那穷鬼 叫来的人吧 怎么可能 那穷鬼不可能会认识五言 一定是穷 五言 您怎么来了 大人 我来了 钱也带来了 涨涨这个人说的都是真的 这到底 这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竟有如此的排场呀 怎么样 你不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吗 现在见到了 见到了 见到了 我要见芝加店的经理 黄八蛋 我是五孝 我在你的珠宝店 给你一分钟时间 马上滚过来 要不然 我烧了你的珠宝店 打断你的狗腿 竟然可以支持个动物 五言 五言 你来我们小店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提前去接你 架子挺大呀 你的员工 竟然可怠慢这位大人 是活你了吗 五言就已经是正如一般的存在了 被他成为大人的人 岂不是像天上神仙一般 大人 对不起 我先给你道歉了 是谁 哪个不长眼的敢得罪大人 给我站住 谁给你的胆子得罪大人 真是吓了你的狗眼 经理 不错了 饶了我吧 饶了你 你是想害死我是吧 那老子先弄死你 大人 我错了 是我狗眼看人店 你一定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自作自受 大人腿也是你能碰的 滚开 来人 把这个垃圾给我扔出去 他大人 然后我们 我妹妹很喜欢这位狗眼 给我包起来吧 好嘞 我这就给你包起来 刷我的这张卡吧 这些现金 你带过去吧 你喜欢这条翡翠 就当小的送你吧 你不用送 我不需要 就当小的小小的心意 就请您收下吧 大人 既然他有心 送您当赔罪 您就收下吧 要不然 他晚上睡觉睡吧 好 这就谢谢您 大人 您一会儿去哪儿 要我送您 不必了 明天就是叶家加入大会 我一定要把握机会 各位 今天叶家召开家族大会 感谢各位的光明 好 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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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我准练你那么久 你都不同了 现在却要嫁给我爷的 他都八十岁了 能满足你吗 不如 我先替他行使一家丈夫的权利 今晚就让钟晓陪你入洞房吧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他 哥哥 你回来了 我让你放开他 你就是叶晨 从哪找来的一身山盖西装 穿的日后怎么样 老李的日子不好过吧 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和我没这么关系 但是你身后的小贱人 可和我有点关系 什么关系 你怕是不知道吧 他马上就要嫁给我爷爷的 进了我钟家的门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公家还真是威风啊 拜拜 完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废物 自身都难玩 还想保他 你们整个夜家 我都放在眼里 更何况是你这即将 被赶出家门的废物 这人 你今天玩定了 一个夜家废物 你敢打冲哨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一个夜家废物 你敢打冲哨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夜家小子 你不想我了 中家我们上惹不起了 没事的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给星华道歉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你说的话 没过去 第二 我让你家的集团破产清算 自己选了 你这么开玩笑的吧 你送了什么东西 让老子家集团破产 你知道老子家集团市值多小吗 你说破产就破产 这个小子 是坐牢坐傻的 在中家上 你就是 垃圾 你爷爷昨天去参加南省 你会怕着还没回来吧 在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 你也没能捂住我吗 七元 三分钟之内 我要中家的公司 这会破产清算 三分钟之内 我要中家的公司 彻底破产清算 这小子 你是疯了吧 三分钟 几十亿市值多次破产 你是白日做梦吗 牛都让你吹得把你飞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飞 别撞了 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亲自给我下跪道歉 把夜星话的贱人 给我送我床上去 第二 我老子废了 让你亲眼看着我 上了夜星话 你自己选吧 我给你一分钟 是吗 好 我也给你一分钟 滚蛋 你还要三十秒 再不下跪老子 让你后悔一辈子 二十秒 十秒 五秒 时间到了 你别给我心疼手辣 是你他妈自己找死的 时间到了 别给我心疼手辣 是你他妈自己找死的 喂爸 我已经到夜会厅了 你到了吗 你这个废物 你到底都在什么人 你到底惹了什么麻烦 现在所有股东都在疯狂 抛售我们集团的股票 我们的股票已经下跌超过80% 你爷爷还没回来 你又到处惹是生非 你看我不打断的腿 银行突然上门要求偿还债务 所有的合作盟突然终止了 后面的合作 停止结算 我们的子气链已经断了 只有破产清算一条路了 我们交完了 交替完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些都是你干的事吗 周上 您给这个费费下来扯 我给过你机会 可是你并没有许对 周上 您给这个费费费下来扯 我给过你机会 可是你并没有许对 业少 都是我做了 我给你道歉 求求你放过我吧 业少 业心话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根本就没碰过他 大家送我罪一件 求求你放过我 饶了我们家吧 你应该感到满足 因为起码 他留了你条新的 莫泽 你全家你就死了 非命 业家气喪 竟然能让中家破产 这通听的手段 他到底是谁 不行 必须马上告诉我吧 这样的人物 田家是不能招惹的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这件事 是你最好保密 否则 和你爸爸 活不到明天早上 否则 你和你爸爸 活不到明天早上 金花 我们走 感谢三大大叔 退前来 为我们叶家 付个公证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但今天来的呢 都是我叶家的亲朋好友 我也就不藏着叶长 此次家族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 将叶家的不孝子叶臣 逐出家门 叶臣作为叶家的少主 则不配为 人子愚笨 还坐过牢 影响极其恶劣 我作为叶家家主 经全族讨论投票决定 剥夺叶臣的继承权 将其逐出家门 凭什么 不公平 凭什么 不公平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叶家 是我妈妈跟你一起打拼出来的 不完全属于你一个人 我妈妈的东西 我哥哥哥再要有权利继承 你凭什么剥夺哥哥的继承权 臭丫头 快滚开 哪有你说话的份 放开我 叶当成是怎么起家的 跟我说什么 我心里都清楚 你们说话 你哥哥是个强奸犯 这种平行不端之人 又怎么能异成业绩 现在的结果都是他自找的 你胡说 当年我哥为名师弟 是不是吃你垮外的白眼 白眼你这么顿的 把他给我带下去 住手 哥 叶晨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哥 叶晨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看来费了你一只手 还不够吧 混账 他可是你的天律 你怎么想要手 亲弟弟 我十年前就说过 我没有这样的弟弟 叶当成 我说过 你若是善待心话 我自不愿做得太过分 否则 你们叶家 我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哼 也不怕风大傻人你的舌头 难道 你要灭了我们叶家不成 你刚从牢里出来 可能才不知呢 你所预账的南海商会 只不过是个空格而已 想拿他压我 还不够格 今时不同往日 你看看 在场的诸位 哪个是你南海商会 能够久得起的 今时不同往日 你看看 在场的诸位 哪个是你南海商会 能够久得起的 更别说 三大家族 跟我们叶家交合 由他们的 我就带他上来 你的南海商会 也不敢做半个父母 在场诸位 就是想将我逐出业 你怕是还不够资格 叶家 只能是我不要的拉鸡 在场的都是商界精英 你一个甘付我牢的废 竟敢在这大放举辞 我叶家的财产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现在就要照顾男士 你别想顶着叶家 少爷的名头周遥过世 我们叶家 也不会给你任何一点资源 叶家 我现在可是五爷的手下 未来前途更是不可多量 而你 却被注定只能仰望我的背心 各位 还请您做个见证 丰家 同意将此子逐出业家 各位 还请您做个见证 丰家 同意将此子逐出业家 业家家主的儿子天资优异 能得五爷青睐 实属是人中龙凤啊 你有这么一位优秀的儿子 那对于另一位人品激烈的拉西 逐出家门 也是应该的 就说吗 同意将此子逐出家门 说完了 这是你们的意思 还是家主的意思 当然是我凤家的意思 就等你 还被我家主知道 我们方总可没空搭理你这种杂碎 若我们帮主今天在 你现在已经下跌 就算你们帮主在场 不可 你 这死我了 业家主 你跟这位儿子老大的本事啊 连我们三家家主都不放你眼中 业神 最敢不是生非 我是逐出家门那么简单了 整个男生 都逐出家人 我倒想看看 你有没有本事 怎么逐出男生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那就怪不得我们咯 又在刚刚 五爷已经同意了我的邀请 马上就到 真的 哈哈哈哈 业家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业家家主 以后可有福了 看看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是未来 带着业家称僧这位上的好儿子 只许你 从一出生 给业家带来的就只有十主 等五爷到 我们就死去 这话 昨天在年会上 我好像听到 年会 就凭你这么一个废物 俺小三家男手年会 真是可笑啊 你们家主还没回来吧 你还是担心担心他们吧 五爷到了 我去迎接 哎 五爷到了 我去迎接 妈 叶辰 你死定了 哈哈哈哈 五爷 哥 你快走 走得越一越好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这是我打连公仔的五万块钱 不多 你拿着 我先给你顶着 走后面 小花 我走了 别走吧 没事 哥 他们还指望我嫁给忠家老爷子 还一千万拼命呢 他们什么都伤我 你别再死 谁敢想走 我也想 哈哈哈哈 家主 这种小事来由您亲自下来吧 你小小的叶家之死 我一只手就把他安死 方总 叶家这种小事 交给我就行了 方总 那死 实在是方总 还敢对您出言不虚 我现在就帮忙灭了他 帮主 那死实在是猖狂 还敢对您出言不虚 我现在就帮我灭了他 你要问谁 想我给你什么 你想灭了谁 各位家主 又见面了 混账东西 这位大人 岂是你能让他起的 你被开除了 该灭的尸体 不想来迟 请大人恕罪 他们三个来给您赔罪 我自知罪业深重 臣请叶大人责罚 只求您能放过 凤家子孙一条生路啊 可求叶先生 能为我那不成奇的儿子 留一条生路 求叶先生 你们男生 真是微服得很啊 没变一个人 都能让我滚出男生 这是你五年的意思 五年 滚啊 你们男生 谁是微服得很啊 随便一个人 不能让我滚出男生 这是你五年的意思吧 我哪敢啊 是我拐教不力 求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 男生名流 即日起 尽数揭灭 男生商界 由南海商会执掌 是 无效罪命 叶辰 你也跟五年认识啊 叶道成 我说过 你还不配 向我从叶家聪明 不过你这个请求 我可以满足 叶家先安排了 我也不是叶家的人了 你不能这样做 我可是你 叶辰 咱们毕竟是父子 你放心 叶家的继承权 车用你来 道成 这北南怎么办啊 别蠢富人 还敢不清凶事 道成 这北南怎么办啊 别蠢富人 还敢不清凶事 叶辰 咱父子俩十年没见 今天给交回家吧 叶家 我不稀罕 小花 我们走吧 大人请放心 接下来的事情 不用你烦心 你先交给我来处理就好 你这个位置 能不能保得住 就看 他流现了 是 是 走吧 先吧 对了哥 告诉你个好消息 看 我找到工作了 相隔里拉大酒店的迎兵 我找到工作了 相隔里拉大酒店的迎兵 相隔里拉 不是女孩子的梦想 等到时候我挣钱了 我就可以养你了 相隔里拉 那是我十年前开的酒店了 看来西园打理得很好 连男手都有分店了 好啊 有机会我去看看 嗯 不过这个酒店不接待普通客人 非会员进不去的 不过你放心 到时候我会偷偷带你去看一下 还是不要让这家都知道我身份了 单纯的快乐了 挺好的 不 对了 哥 我有一个规律 人家是大家做的千金 这人生地不熟的 关键是 这些年都是他在帮我 你想说什么 你能不能帮我接下他 我还得上班呢 好 哥答应 真的 嗯 谢谢哥哥 那我去上班了 去吧 西元 我要设宴招待保佑 帮我安排一个相隔里拉的包间 您放心 我一定安排最好的钻石包箱 以及最好的酒 恭候您的代价 嗯 这家里怎么在这儿 少爷 我们还是换个入口记录吧 马上就要登基了 等本少爷在国外闯出一片天地 一定弄死这个小子 小若琴 少爷快走啊 本少爷已经找到对付叶辰那个废物的方法了 哈哈哈哈 小小姐 哈哈哈 叶先生 是星化让你来接我的吗 小家可是京城的大家族 是真正的世家贵女 可比齐娇娇有价值多了 如果我能得到她 五爷在我面前也只是楼椅 更何况叶辰 叶先生 小小姐 哈哈哈 叶先生 是星化让你来接我的吗 哦 对 是星化让我来接你的 我专门在京陵最好的酒店 订了一个包厢 专门为您接风洗尘 咱赶紧过去吧 小小姐 您好 我是星化的哥哥 她让我过来接你 哦 就这就奇怪了 星化怎么会让两个人来接我呢 小小姐有我招待了 用不上你了 叶佩南 你怎么在这儿 本上也早就不能在这儿了 让我猜猜看 是叶道成 是秦香莲派你来的 你好 你好 我是肖洛林 你是星化的哥哥叶辰吧 嗯 她经常提起你 谢谢你特意来接我 走吧 我去你吃饭 嗯 该死的叶辰 又坏我好事 先生姐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为了迎接你 我可是在最出名的南省香格里拉 订了白银包厢 最低消费三十万 要不是本上也在香格里拉有些关系 还真订不到呢 就连五爷也不一定 哎 不知道你在哪儿订的酒席啊 要是档次太低的话 岂不是干嘛 萧小姐 香格里拉 叶少爷能订到香格里拉的包厢 哪怕是白银包厢 也不是一般人能订得到的 说实话 现在我 不过了香格里拉最顶级的 钻石包厢订不到以外 其他的 还真不算什么 大家都是朋友 没必要这么破费 而且 我已经答应这位叶先生了 哎 萧小姐 您是贵客 跟普通朋友哪能一样 您要是跟他去那些低档餐厅 岂不是拉低了您的档次了吗 刚刚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订的酒席在哪儿啊 走了 我订的 也是香格里拉 哎哟哟哟哟哟哟 叶琛 你真是吹牛不怕闪了腰啊 就算你现在背靠五爷要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天外有天的多的是 你根本就不懂香格里拉有多高贵 就算是五爷去订的包厢也不容易 吹不吹牛跟你有什么坏事 我请萧小姐吃饭 抛个手 我看你这样 阿特列姜格里拉的门都进不去吧 萧小姐 我们走吧 萧小姐 这家伙可是吃了十年牢饭的强奸饭 你敢跟她走啊 咱们还是一块走吧 走吧 萧小姐 萧 少爷 我们还是快走吧 老子一定要得到萧若林那个女人 到时候就算是五爷也要对我扶手成臣 区区一个叶臣算个B 好的 少爷夫人电话 你在哪啊 我不是让你枪枪出国吗 为什么这事连五爷都知道了 这是个蠢活 你知道我为了把你弄回去 对了多大的心思 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你别着急 我已经找到对付叶臣的方法了 什么办法 您知道那个萧若林吗 就是精华的那个闺蜜 他来难受了 只要我把他搞到手 到时候 五爷算是什么 叶臣又算什么 整个男生都是我们的 太好了 直接让他怀孕比较保险 萧将那么大的家 可丢不起这个人 最后也只能被我们捏着鼻子走 放心吧 等我消息 没想到 五爷竟然把事情做得这么举 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 不管你分怎么行 我是一定要给我的子孙 拼一条活路 干脆 我们就反了 难道他五爷 还敢跟我们整个南城作对吗 实际是真的 我们这么多世家 团结起来 也能挖他一层皮 没错 反正都得死 不如我们拼一把 我凤家也不是吃素的 不够 看五爷对叶臣那小子那么敬重 恐怕来头不小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小子是你儿子 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我儿子不假 十年前他做破了 之后我对他一无所知 会不会是 五爷想要除掉我们 叶臣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棋子 用来震慑我们的 没错 这小子根本就是一事无成 难不成做了十年老 出来就变成什么大人物了 他一定是壮的 这小子根本就是一事无成 难不成做了十年老 出来就变成什么大人物了 他一定是壮的 有道理 到目前为止 只有五爷一个人承认他的身份 我们在场的这么多人 他又真的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 我们早不知道 妈的 我都被你也给吓了 这就去找你 别冲动 既然五爷能使出这么一点的招 你也可以 你点自动 说 叶臣的小子 就在乎什么 他有个妹妹 和他是一母同胞 他呀 就在乎他妹妹 很好 我把叶星花悄无声息地绑过来 到时候 拿他威胁叶臣 把五爷的事给挠出来 单单舆论 就能压死五爷 我儿子 就在叶星花那丫头工作的地方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没想到小小的南省 居然有香格里拉分布 香小姐 也知道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在京城也是很有名的 传说中 他的幕后主人 是一位无法想象的大人物 你在看什么 香格里拉一贯执行的是会员制服务 无论是在这吃饭 住宿 或者是举办宴会 都必须要有这的会员 会员又分为 普通会员 白银会员 黄金会员 最高级别的是钻石会员 黄金级别以上的会员 不是有钱就能办理的 必须要有足够的社会地位 而且想要预定到这的包厢 必须要是黄金级别以上的会员 才可以的 叶先生能预定到这的包厢 数十不凡 所以我很好奇 真正的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止一提 我们走吧 对不起 请出示您的会员卡 我在这里预定了包厢 我叫叶晨 你可以打电话 联系下你们经理 整个男手 只有两个人够资格 拥有我们的黄金会员 但不是你 想用这种低劣的骗术 混进来香格里了 你 是不是真的 你打电话问一下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 没空 叶先生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吃饭吧 原来是想带美女来装大头 没钱学人家谈什么恋爱 赶紧滚吧 让香格里拉负责人 给我打电话 还装呢 我看你小子是个演员吧 演技还挺不错的 这不是叶大班长吗 B组长 丽丽娜 你别在这工作 班长你太客气了 我呀 就是一个人事部门的小组长 在香格里拉 也只不过是一个 中低层的小林的而已 在香格里拉 也只不过是一个 中低层的小林的而已 那已经很厉害了 我听说 香格里拉的管理层 要求非常高 能在这里工作 真的是很了不起 就是你 拦着我大学班长 不要见的 丽丽娜 对不起 我实在不知道 这二位是您的大学同学 而且他们没有回应感 我是按咱酒店的 规章制度办的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算了吧 比丽娜 你也别为难他了 他们呀 也是按照规矩办事 这样吧 你把经理帮我叫过来 就行了 经理 业大班长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为了你 去拿为我的下属吧 比丽娜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还不明显 像你这种老改犯 还想进香格里拉呀 我告诉你 这辈子你都别笑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比丽娜 我就是逗你玩了呗 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瞧不上你 像你这种只知道 学习 连食堂里一份带肉的炒菜 都吃得起 还当班长 还对我的学习成绩 直手坏强 你不看看你什么国境 比丽娜 我叶辰自认为 并没有招惹你 你为什么三番五四 在击破我 我就是看不起你 怎么了 还没人说出来 咱们大学同学 谁不知道 你当初中途会学 去坐牢去了 你现在是刚刚出狱了 像你这样的废物 你敢来找我吗 还找我们经理 你也不看看 自己是个什么玩意 你难不成 是想来应聘那个 所做所的工作呀 哎呀 这个用不着我们经理 求求我 就可以了 这位小姐 你说怕过分了吧 跟着这种 窝窝男男人的女人 也不是什么好拨子 一对穷逼 也敢来我们香格里拉吃饭 看见没 他呀 就是这种 被人举着鼻子嘛 都不敢吭声的男人 大人 您 您找小人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一个 这香格里拉 到底是怎么招人的 连这种满嘴 自分的人 都能招进来 你敢骂我 你活腻了吧你 他们就是来找茬的 还不赶紧给我赶出去 大人 大人 您真的在香格里拉门口吗 我给你三十秒 您稍等 叶辰 你也太会开玩笑了吧 我们陈总是什么身份呀 连香格里拉最顶级的会员 都不敢在他面前装 你以为你打个电话 就能唬住我了 是不是唬你了 得等三十秒就知道了 好啊 叶大班长 我就陪你在这等三十秒 哦不 我陪你得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要是陈总排不住 我就让他 滋烂你的死 看你以后还怎么吹你 这是笑死我了 这下我到底是真有本事 还是装的 我竟然看不透他 这位大人 真的来难什么 我请你一点消息也没有 这怎么办 真该死 想必您就是叶晨叶先生吗 我就是 大人 陈总 有些话 不要在外面说 妈呢 真 大人的身份 肯定是高度机密 自己竟然差点叫出口 什么样子少爷怪罪下来 我姐不是这完了吗 叶先生 欢迎来到我们香格里拉 还请您 一步到别人的办公室 谢谢 这个叶晨 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道 香格里拉的大老总 都对他毕恭毕敬 自己刚才那么欺负他 看不过去冲吧 叶班长大驾光临 这是我们香格里拉的荣幸啊 也是我这个老同学的荣幸 快请进吧 小碧 你 你跟叶先生 是同学啊 对对对 叶先生是我大学的班长呢 我们关系和好了 明天 到总裁办报到 说你为 人事部主管 待遇 把你十倍 你真的忙 谢谢陈总 陈总 你知道我和毕丽娜 是什么关系 叶先生 如果您不努力 让小碧 直接生成 公司的副总 我因为没有会员卡 毕丽娜对我百般羞辱 你竟然要生她做副总 你说 你是和我对着干吗 没有 没有 你竟敢得罪叶先生 我看你是吃的熊仙豹子的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下了你的股 竟敢得罪叶先生 看我怎么收拾 来人 把她带下去 明白 再把她那张整容脸 扒了废 然后 给我告诉全正常的人 以后 哪家公司敢用她 就是跟我陈总过不去 陈总 我知道 你都饶了我吧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要不是叶先生在这儿 你看我要你的命 叶班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求求你 看在我同学一场的份上 比利娜 你我同学一场 我叶陈自认为 没有得罪过你 刚才为什么侮辱我 当年我还愿坐牢一事 大家都知道 你 却在十年过后 还对我进行反弹侮辱 刚才 都是我一时糊涂 怪我嘴贱 你 你就饶了我吧 人不放我 我不败人 人若犯我 我也绝不饶人 比利娜 你自己酿的土酒 自己喝完吧 你个贱人 再敢跟叶先生巧遍 行行 我听了你的嘴 陈总 我在香阁里了 订了一个包厢 是是是 上面通知有一个钻石包厢 小的没想到 是叶先生您 亲自订的 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带下去 好的 陈总 叶先生 这边请啊 我们走吧 申不好意思 趁你就等了 不碍事 叶先生 我为两位 准备了香格里拉 顶级套餐 只不过 需要等待十分钟 好 请吧 早就听闻香格里拉的大名 今日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这都是拖了叶先生的福 萧小姐没有赞了 心话特别嘱咐我 让我照顾好萧小姐 叫我若林就好 能让香格里拉的总裁 毕恭毕敬的 我很好奇 那得是什么样的人 区区凡人 叶先生谦虚 若林有一物 想让您帮忙张张眼 可以吗 若林有一物 想让您帮忙张张眼 可以吗 哦 是什么 不知萧小姐死死来难受 你是为何了 为了一位大人物 叶长 你这是付了包厢的钱 所以就没钱 请萧小姐吃饭了吗 叶少爷 我们正在聊天 你突然闯进来 是不是太冒昧了 哎 若林 我这也是为了 你的安全着想 作为赔罪 今天这顿饭 我请 好吗 喂 我妈都跟我说了 怎么 是五言没给够你演戏的经费 所以 你就过来 给若林小姐吃矿盘子呀 你这脑回路 还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我们喝的是麦卡伦 一瓶三百万 不可能 叶辰一定是骗你的 什么破酒值三百万 来人 叶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是我叫你的 过来 香格里拉 就不赵给客人拿菜单吗 这是我们香格里拉的钻石包装 我们包装呢 配备最高级的餐食 是没有菜单的 想必先生 是第一次来我们钻石包装吧 什么钻石包装 今天本社也买单 还不能点菜了 珍贵的客人 我们来确定菜品 以及饥口 香格里拉顶级餐厅 选用的是世界上最优质的鱼材料 其中有黄春鱼 也叫黄金鱼 阿尔巴白松露 爱马斯鱼子架 陀螺奶酪 马来西亚和鱼之王 蓝旗金枪鱼 香格里拉松柔 西班牙火腿等等 这些都是从国外空运而来 您可以看一下 没有问题 需要您签字 我都说了今天这顿饭我请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上面签字 没关系 他想签 就让他签吧 叶培南少爷真是大方 香格里拉的顶级套餐 说请就请 哪里哪里 这都是我应该的 叶辰 你这辈子 怕是没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吧 不知道啊 这谁冤你自信 吃了我的东西 嘴巴还这么硬 你以前要是有机会 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老子把头拧下来 给你当球皮 陈总 既然叶少爷坚持 他就给他做的照 先生 我们香格里拉 钻石包厢的定位费 是三百万 顶级仓费 是一千六百万 一共一千九百万 请问您先生 怎么付费 什么财息这么贵 你是不是跟叶辰 就串通好了 你只来坑我的 告诉你 我在香格里拉 可是有人的 小心开了你 先生 您指的有人是谁 我跟你们B组长 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而这张卡呢 也是上升了他身份的 所以 我可以随意进出香格里拉 你最好 给我好好说话 我以为 你是叶先生 邀请的 没想到 你是擅闯进来的 来人 我 我 我可是你们B组长 亲自邀请 怎么是擅闯呢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B组长 已经被开除了 怎么可能 快少了 但 是 叶辰 你不要得意的太早 我告诉你啊 现在 整个男神的家族 要联手毁了你 连五爷都保不住 你就等着死了你 我等着 放手 叶先生 今天的事 今天的事 我希望香格姐 替我保密 我不想让新话知道 免得太担心 这东西 你说好 它既是保命符 这是催命符 怀必其罪的道理 我相信萧小姐 不会不知道 嗯 好 我知道了 爸爸告诉我的 那位天狱的大人 真的是叶陈吗 虽然经常 因事迦 风光无限 但是比起天狱 那可差了十万八千里 如果我可以嫁给他 那萧家将迎来 绝对的阵心 一步登天 对了 萧小姐 您有住的地方吗 没有的话 我可以帮你安排 我跟新话住在一起就好 以我的姿色 学识能力 以及冰清玉洁的身体 近距离接触后 一定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 文娟 您的妹妹叶青花 最难是和大家族抓走了 啊 什么 地址 就在殿下举办家族大会的地方 但是战王爷 让他们知道 是他们忍不起的人 不跟你一起去 不跟你一起去 冯家长 这丫头骗子给您做的 叶晨真的为了这个小丫头 得罪五年 叶晨最在乎这丫头骗子 小刚出 就是拿着丫头骗子做威胁 才让尹晨贴给他 做了学年的脑 你对你儿子还挺狠的 难怪你儿子不是你这个爹 来人啊 通知下去 告诉叶晨 他妹妹在我们手上 混账东西 谁给你们的胆子 做出这种大女不道之事 五月 是你先下手再先 对付我们凤家 我们未自保 何错之有啊 愚蠢 本来你们还能留下一命 现在 我们整个男生 要与你们排葬 五年 你觉得你一个人 对付得了我们这么多家族 那位大人的身世 你们这些井底之蛙 无法估量 别说小小的男生 就连京城 也要投赋在他的脚下 五月 我们现在 可是什么都清楚了 你就别在那装了 叶晨 那就是叶家一个小小的弃子 他有什么本质 你用这种阴损的招数 想除掉我们 那你就要承担 这凡事的恶果 你们 你们 谁要亡我 我无效 一辈子苦心经营 全要毁在你们的手里 五月 只要你现在能收手 我们一切都可以 既晚不咎 一切 恢复往日 现在 由不得我们了 你们 不会付出代价吧 现在 由不得我们了 你们 不会付出代价吧 你别装 那你说 叶晨那小子 到底是个什么大人物 就算 他是金城兰的大人物 想灭掉我们整个南省 也没有那么容易 这只能怪你们 装得太过了 齐功尽力 只要一句 消灭我们整个南省 真是自豪骨痴 我本想为他打造一个快乐舒适的环境 并不想为你太过精进 和你们既然对他下手 尽管南省各大世家 南省名流一脉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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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